大家好 大家看到這些球員的數據 一些Excel表格 就是我們平時有機會接觸到的 一些足球分析內容的課堂 今集主要跟大家了解一下 這裡的足球文化和氣息 是多麼濃厚的 好像我們現在上這個課堂一樣 有一個分析師 也是以前的校友 就跟大家分享很多他以前的經歷 以及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也有其他人會分享 我們學校和不同聯賽的一些合作 以及會不定期有些甲月組 英冠、英超等等的不同的內容 都會跟我們有合作 我們同學其實他們都是本地為主 他們對於本地足球也是非常熟悉 這位就是牛津聯的分析師 他以前也是我們的碩士同學 可以說是校友 他也是在說現在平時的工作 中五的時候 中五的時候就有一個免費的聚餐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同學 他們都很年輕 但是這個女生就是韋思涵的球迷 我就因為都很喜歡韋思涵的主題曲 所以我就想叫他唱一唱表演一下 他就有點尷尬 其實全台人裡面有不同的支持的球隊 右邊這位是校隊的前鋒 他是車路士的球迷 左邊這位是熱刺的球迷 在前面也有些阿仙奴和紐卡蘇的球迷 我問一下這個熱刺的球迷 也是學生 他對於今季熱刺的表現 你從他的表情都知道應該是覺得一般 但是反而車路士和紐卡蘇的兩個球迷 都有點斟酌 我就覺得車路士的球迷 都是比較熱情 他們有一台裡面我就叫他 問一下他們有沒有主題曲 其實他們就馬上唱了一些 就是支持代表隊的曲目出來 其實整個感受都是挺好 挺開心 然後我吃完飯就去了圖書館 圖書館就基本上 因為現在剛剛開學 就沒什麼人的 我參觀了他不同的書籍的類別 有這個運動科學 也都有一些法律 會計 金融 全部都是體育相關的 大家可以看到 也都有 broadcasting event management 心理學 當然還有教練 和分析的書本 也都有不同的足球雜誌 這些在其他地方應該比較少見 因為英國其實有不同種類的足球 也都有不同不同的足球 所以對於我喜歡足球的人來說 就是一個天堂來的 讓大家感受一下 所謂的足球文化有多深厚 也都有一些非聯賽的報紙 他會介紹很多關於足球相關的內容和採訪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借走的 我當仁不讓 借了很多本書回看 包括一些教練的東西 一些電競的東西 我就沒有借了 那我就覺得 我現在也是專注的足球 這本就是分析的書 這本就是教你怎樣踢 這個433 這個是難力黑寫的書 當他在奧地利的時候 比較舊 但是也有英超戰術的演變 怎樣由高Q大棍變成這麼細緻的足球 也是慢慢去吸收學習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同學其實有些已經是 去年已經開始幫英超球會做的 所以我都要急起積追 這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一集再分享其他內容 看足球紀錄片 按訂閱不用錢